整个房地产行业非常急行 负债率高 回报率低 我们关注排在前面的12家上市的房地产公司 平均的借贷成本是5.6%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 房地产企业含着不断的拿地 不断的建房子 这无异于影证之可 我认为共享经济是一条出路 房子是用来干什么的 它不是用来收藏的 它是用来住的 让人们使用的 只有提高房子的使用率 才能回归房子真正的属性 减少浪费 最近我走访了许多城市 发现年轻人 比年老的人 更愿意相信陌生的人 在SOHO 3K有着许多这样的年轻人 他们彼此信任 互相服务 在他们相互信任的目光中 我看到了共享办公的未来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